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在2017年加入阿里的 先后参与了淘宝应用架构升级项目和诺亚高可用解决方案 目前我主要负责MTOP API网关平台 今天我将分背景介绍 整体架构 技术内幕 眼镜方向 四个部分向大家介绍一下MTOP API网关平台 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MTOP API网关平台的由来 在PC时代 大部分的应用都是单一应用架构或者垂直应用架构 单一应用架构通俗的来讲就是将所有的U功能都集中在一个系统里面 可以减少部署成本 但是随着功能越来越多之后 弊端就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应用越变越大 编译部署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 直到最后难以持续集成 严重影响交付的效率 同时所有的功能都部署在一个系统里面 可靠性较差 有可能某一个功能的bug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 从而引起全局的故障 而垂直应用架构则是将大的系统按照不同的业务功能拆分成不同的系统 每一个系统内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功能体系 虽然垂直应用架构暂时能够支撑各个业务的快速扩张 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 系统之间就会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 浪费人力 不同系统之间相同的功能模型不一致 系统之间的交互就需要做大量的映射 而这会导致开发效率低 迭代缓慢 并且随着业务的不断调整 以及组织架构的调整 垂直应用架构也逐渐无法满足越来越复杂的业务形态和组织架构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不断的有新的业务兴起 还有老的业务衰亡 在组织架构以及业务形态变得更加复杂的同时 对业务迭代的速度要求并没有降低 而这就逐步演化出了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架构它将服务层抽取为多个微服务 每一个服务它都对应了唯一的一个U能力 遵循单一的原则 微服务可以由两到五个人的开发团队来进行负责 由于每一个微服务的功能都相对是纯粹和确定的 容易被理解 新的成员也能够快速的上手 微服务架构的出现也是对康威定律的一个验证 即组织形式等同于系统设计 微服务架构的优点很明显 第一个就是职责分明 我们按不同的业务域划分出来了不同的微服务 能够做到能力的复用 以支撑更大和更大规模和更复杂的业务 第二个是业务隔离 因为微服务将不同的功能拆分开来了 这样能够避免不同功能的互相影响 来降低故障的爆炸半径 第三就是迭代周期会更短 微服务它更轻量和异于理解 使得开发人员能够快速上手 开发会更加敏捷 但是微服务架构它也不是淫淡 它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比如请求协议难以同意 使得客户端的调用复杂度会增加 因为客户端需要跟后端庞大的微服务去进行集成 而且也可能引起跨越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基础能力重复建设 比如说线流负载均衡绘画 在各个系统都需要重复的实现 第三就是会导致运维压力的增加 因为微服务的架构使得接口和系统变得更多了 而互相之间的依赖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这就会增加我们的运维压力 为了解决这些新的挑战 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就是标准化 我们可以将开发和交付的流程进行标准化 通过标准化 我们就可以用一套的协议或者格式来统一整个交付模式 从而降低前后端开发和交付的复杂度 第二通过标准化 我们也可以复用整个开发和交付过程中的基础设施 这样能够避免重复开发降低重复开发的成本 第三通过标准化 开发人员也可以使用同一套的方法来维护众多的微服务 进而减少开发人员的学习以及运维成本 而MTOP API网关平台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而产生的 MTOP API网关平台为阿里集团的各个客户端H5页面 提供了统一快捷可靠的API接触服务 首先它统一了调用标准 提供了多个平台的SDK 并在HTP协议的基础之上定义了MTOP专有协议 客户端只需要接入SDK 就可以调用后面海量的微服务 其次MTOP网关域行时封装了公共的标准组件 比如安全教验 绘画处理 参数印射等等 业务开发的同学无需重复建设 就能够复用这些基础的功能 可以做到开箱即用 同时我们还提供了完善的运维体系 提供了API生命周期管理 测试工具 流量报表 监控告紧等等服务 让业务开发的同学 能够一站式的进行微服务的管理和运维 接下去我们一起看一下MTOP的整体架构 我们可以将MTOP整个产品 划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 在客户端上 MTOP有安卓 iOS 还有JS SDK 可以满足不同平台 不同端测的调用需求 在服务端上 提供了服务发现 负载均衡 异地溶灾 线流 绘画 安全等等功能 这些功能对于后端的业务开发同学来说 是可以不感知 可以开箱即用的 一个请求从客户端的SDK发出来之后 经由网关服务的处理之后 最终通过后端要求的格式 我们转发给后端的微服务 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请求的过程 我们重点看一下服务端的系统架构 在服务端的系统架构上 主要由四类角色组成了整个网关平台 分别是统一接入层 MTOP运行时 配置中心和控制台 统一接入层主要负责流量的调度和转发 它将客户端发上来的请求 转发给了后面的MTOP运行时 在这一层 主要包括了域名的接入 流量调度 还有域 负载均衡 线流等等的功能 MTOP运行时 则在接收到统一接入层 转发过来的请求之后 首先会通过HTPserver 将HTP请求解析出来 随后进入到一个处理请求的 职责链里面 请求会在这个职责链里面 做MTOP的一些标准功能 比如协议的解析 验签 还有服务发现 参数校验 混号处理 等等一系列 最终通过参数印射 把客户端的请求的参数 最终转化映射为 后端微服务所需要的格式 然后再由MTOP运行时 去调用后端的微服务 同时MTOP运行时 还有组件管理功能 能够方便组件的编排和扩展 配置模块 则主要负责处理API的配置 全局内的开关 配置的本地容在缓存等等 MTOP的控制台 则会把各类功能的配置下发 给配置中心 比如API的语言信息 还有路由配置等等 而统一接入层和MTOP运行时 再去通过配置中心 来拉取相应最新的配置 目前MTOP网关平台已经有超过几千个的后端应用进行接入 API的数量也已经突破了10万 MTOP网关每天都承载着千亿级别的调用量 接下去 我将会向大家分享千亿级流量网关背后的一些实战经验 在技术内幕这部分 我将分为IO及线程模型 稳定性 应用性 这三个方面 挑选几个点 向大家讲解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IO及线程模型这块 首先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IO模型和线程模型呢 作为一个API网关平台 通常是需要承载大流量大并发的访问的 对吞吐量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而一个性能好的网关 往往是可以节省大量的机器成本 IO模型是为了解决内存和外部设备速度差异的问题 而线程模型的本质 则是关注系统资源的组织和执行 我们通过优化IO模型和线程模型 是可以提升线程的利用率 减少CPU的等待时间 能够让CPU尽可能的忙起来 充分提升系统资源的利用率 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去处理更多的请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基于BIO的线程模型里 处理一个请求都需要经过哪些过程 首先 Acceptor会在一个死循环里面 调用一个Accept方法来接收新的连接 这个Acceptor以及Executor 是Apache Tomcat里面的概念 而一旦有新的连接请求到来 这个Acceptor最终会把连接封装成为Processor 交给后端的Executor去处理 在Executor里面会进行数据的读取 以及业务逻辑的处理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BIO 所以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就会阻塞当前的线程 我们需要内核去等待网卡数据的到来 然后再把数据从网卡拷贝到内核空间 接着再把数据由内核空间拷贝到用物空间 当这些数据都准备就绪之后 才会重新换起当前的线程 去读取数据 而数据读取完成之后 则会经过MTOP一群时的一些职责链 去进行一些预处理 再通过RPC的调用转发给后端的服务 而这个RPC调用 如果我们也是用BIO的话 那么也会让当前的线程进入等待的这么一个状态 等待的耗时主要就是网络IO 以及后端服务的处理时长 等到后端的服务响应回来了之后 我们会再向响应的数据写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请求的过程中 Execute的线程会有三段的阻塞 第一段就是等待数据 从网卡到用户空间的这么一个过程 第二个就是我们使用RPC调用后端微服务 等待后端微服务响应的这么一个过程 第三就是回写整个响应数据 也是需要等待 而Execute的线程 往往是用来处理业务逻辑的 比较宝贵的一个线程资源 对于网关应用来说 上述这三段等待时间 往往就占据了整个请求的绝大部分时间 而这就会让一个宝贵的Execute的线程资源 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处于等待的状态 不进行工作 那么整个CPU可能就忙不起来 资源利用率就会上不去 而整个网关的吞吐量就高不到哪去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基于NIO 以及IO多路附用的这么一个线程模型 NIO是同步非阻塞的IO Acceptor接受请求连接会转发给Puller 这个Puller是维护了一个Channel对列 它也会在一个死循环里面 不断地检测对列里面Channel的一个数据 就绪的一个状态 当数据从网卡到用户空间处于可读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Puller就会生成一个Processor 提交给Execute的处理 Execute这个时候拿到这个Processor之后 不需要进行任何的等待 就可以直接读取数据了 并且我们进行网关运行时的一些直着链的处理之后 这时候就能够通过RPC调用转发给后站的微服务 而如果在这个点 我们将RPC的调用也改为了NIO的模式 那么我们在发起RPC的一步调用之后 当前的这个Execute的线程 就可以暂时被释放了 注意 这里是不会再占用Execute的线程进行等待 而是释放Execute的线程 但是呢 请求的上下文是需要我们把它保存在内存 保持在内存里面的 当后端微服务返回之后 再由RPC框架进行回调回来 然后恢复整个请求的上下文 继续进行后续的处理 而在回解的数据之后 由于使用了多路Io的多路复用 因此也不会阻塞Execute的线程 得益于Io的多路复用 这里的Pool的线程和RPC框架 处理Io的线程 往往只需要占用少量的线程资源就可以了 而这些宝贵的用来处理业务逻辑的Execute的线程 就可以专注的去执行我们的核心业务逻辑 而大大减少Execute的线程的一些无效等待时间 竟然提升了整体线程的使用效率 Tomcat是支持NIO模式的 只需要在Server.xml里面做一个简单的配置就可以了 而且RPC框架大部分也都支持NIO的模式 NIO及Io多路复用的技术 能够用相同的线程就能够支撑更大并发的一个请求 从而提升整个网关的吞吐量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Execute里面执行的业务逻辑 也应该同样的避免 尽可能的避免阻塞的操作 因为阻塞操作 其实是会让线程进入等待的 比如说一些网络调用 或者说是本地文件的读写等等 如果不注意这些细节的话 那么依然会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网关的吞吐量 而以上就是Io及线程模型这一部分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网关平台都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部分 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稳定性这一部分 在网关平台上 保障业务或者微服务的稳定性 我们有很多的手段 比如说限流 隔离 垄断 缓存 还有防刷 降级等等 这里我将不会逐个展开讲解 而是会围绕主要围绕线流这个部分 来分享一下阿里电商系的实战经验 在电商的场景下 API的线流是保障各个大处活动稳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在电商的秒杀场景和大处玩法里 往往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并且伴随着流量极大的突增 比如双十一零点的抢购以及春晚的抢红包等等的玩法 我们往往难以预估中国人民的热情 而往往在这个关键的捷舞眼就会出现流量红风导致故障 比如说右图 这个是在某一次大处活动里面某个业务的QPS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活动开始之前 它的QPS都只有几千 而在活动开始的那么一个瞬间 它的QPS暴涨了一百多倍 达到了几十万 这里由于数据合规的问题 我们没有将具体的数据展示出来 但是这里的QPS其实是暴涨了百倍的 并且这个QPS还是分钟级别的平均值 秒级的QPS只会更高 这个就是电商场景下的极端不确定性的一些情况 同时我们做了微服务化之后 后端的服务能力其实也是称之不齐的 比如说有一些逻辑相对比较简单的接口 它每一个请求的消耗的系统资源是比较确定的 所以它整个应用能够支撑的QPS也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有一部分业务它的逻辑比较复杂 有不同的逻辑分支 而不同的逻辑分支 它的业务复杂度又是不一样的 从而就会导致一个请求 它消耗的系统资源其实是极度不稳定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严重影响我们评估一个应用的性能 也就是说一个后端服务它能够支撑的QPS是不确定的 而如果因为这种种的不确定导致在某一个大处活动期间 一个后端服务被打垮了 最终引发用户的不断重视 那么很可能因此而引发服务端的血缝难以恢复 为了应对这种种的不确定性 确保大处的时候 后端应用不会被大处流量的冲垮 这个时候我们在线流上使用了两极线流的方式 来确保大处的稳定性 所谓的两极线流 其实就是在统一接受层和后端的右层 分别进行线流 一般来说 后端应用能够承受的QPS上限为万级别到数十万级别 但是它们往往是承受不住十倍甚至百倍流量的暴涨的 即使是全部拒绝服务 由于它的机器数不够 导致它的物理上限本身就会比较低 因而这部分流量可能就能够把后端的网卡直接打爆 即使扩容可能都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而统一接受层因为承载着所有业务的流量转发 它能够承受的QPS上限通常是能够达到千万级别的 因此在统一接受层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相对粗力度的线流 我们会将远远超过某个业务预期的流量来进行粗力度的线流 以某个秒杀活动为例 在设计该活动的时候 业务预期是支撑10万的QPS 并且它所有机器的容量也都是按照10万QPS来准备的 我们姑且假设业务的容量评估是完全准确的 但是由于这个活动被某位明星进行了转发 而产生了超预期的效果 在活动开始之前 那么大量的粉丝涌入 最终活动开启的时候 产生了百万级别的QPS 而这个时候如果百万级别的QPS 全部达到后端的应用 那么极有可能的这个后端应用直接瘫痪 而这个时候我们在统一接入层 就将大部分的流量进行拦截 只放过十几二十万的QPS到后端 而这个两倍或者三倍 与QPS量级的这个请求打到了后端 对于后端的那个应用来说 还是处于可掌控的范围之内的 而这个时候 后端应用在根据自身的诉求 针对着十几二十万的QPS 去做更加精细化的限流 比如说按业务参数来进行限流 它是能够从容的处理掉这些小流量的 而我们只要保证后端的应用不挂 想要承接更大的流量 往往只需要直接扩容就可以了 而不会引起大规模的血崩 这个就是接入层限流的意义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利用 自己超高的QPS上限来保证 后端的业务应用不被打挂 接下去我们一起看一下后端的线流 目前后端线流的主流做法 大多是使用静态QPS线流 静态QPS线流是一种 面向过程的命令式的线流 传统的静态QPS线流 通常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依赖流量的准确预估 而我们往往很难能够准确预估到流量 因为中国人民往往能够产生 出乎我们自身意料的强大力量 第二个就是性能的准确评估 我们在做压策的时候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压策请求 能够对CPU资源的消耗 以及线上环境的真实请求保持一致的 这样子才能够保证我们评估出来的容量是准确的 第三个机器性能的一致性 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都是虚拟机 不同的虚拟机 它背后对应的速度机型号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而处理能力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 经过我们的实验测试 有一些虚拟机是可以相同请求的情况下 有一些虚拟机可以处理100QPS 而有些虚拟机却只能处理70 同时呢我们还有可能会被相同速度机下的 其他虚拟机影响而导致性能的下降 因此不同的机器 它们的性能可能会大相停静 而要能够完全的做到三点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了 其实说白了 我们本质还是需要去解决这些不确定性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 我们开发了一个流控的组件 叫诺亚自适应流控 与传统的静态QPS线流不同的是 它是一个面向结果的声明室的解决方案 诺亚自适应流控是基于CPU的自适应流控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告诉它 我希望系统的随位保持在60%CPU 60%CPU是一个结果 那么它就能够根据你设定的这个结果 去自适应调节当前需要限制多少QPS的访问 它整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当请求进入到业务逻辑的时候 会消耗CPU 特别是在电商的场景之下 大部分都是CPU密集型的业务 而当突发流量来临的时候 CPU会被瞬间打高 而这个时候CPU采集器 它就会把这个CPU的信号反馈给这个控制器 控制器这个时候就会降低 呃线流的QPS预值 来优先保证自己不挂 这个时候它是降低自身的服务能力的 而它保证自身不挂 其实恰恰是为了能够快 在流量退去的时候能够快速恢复 以及扩容的时候 也能够自身不被打挂 而当整个系统负载下降的时候 它又能够秒级的恢复 在瞬间能够恢复它原来原先的吞吐 不需要像静态线流一样 去预先设置一个为了稳定性 去预先设置一个相对保守的QPS预值 这样就让你的整体机器的资源利用率 一直提不上去 整个自信流控的核心模型 就是这个反馈控制闭环 反馈控制闭环的建模 主要包含了四个角色 控制器 执行器 执行控制对象 以及传感器 控制对象其实就是代表着 我们希望控制的对象 在这里其实就是CPU 由于不管是请求也好 还是系统的背景 背景进程也好 它们其实都是会消耗CPU的 大部分的系统消耗都会体现在CPU 系统消耗都会体现在CPU上面 而传感器则不断的去采集CPU使用率的一个变化情况 并将这些变化不断的传给控制器 控制器一方面接收传感器 传入的当前CPU的使用率 同时它也接收我们传递给它的期望的CPU预值 并且在控制器里面通过自动控制算法 能够实时的计算出调节的控制信号 这个所谓的控制信号 其实就是我应该放过多少请求 或者限制多少请求 然后通过把这个控制信号传递给执行器 执行器就会根据最新的调整的控制信号来做限流 而这个限流的动作最终会影响通过请求数的数量 通过请求数变多 那么最终可能就CPU上涨通过请求数变少 那么整个CPU可能会降低 所以最终的这个影响又会又会回到这个控制度下 也就是CPU使用率上 那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不断反馈 并且不断产生新的控制信号的这么一个闭环 以此就能够实现知识音的流控 最终能够将系统保持在我们希望的水位上 诺亚自信音流控的方案 它使用了自动控制的算法来解决我们业务流量上的不确定性 同时它也克服了静态限流配置容易过时的这么一个痛点 比如说我们随便改了一个右逻辑 我的静态限流原来配置100QPS 那么这100QPS可能已经就过时了 同时它还能够大幅度提升应用抵抗流量冲击的能力 并且简化了用户的配置工作 它不需要通过压策来再进行这个评估了 同时在系统资源的利用率 用户体验以及运维效率等等 均有一些优化提升 目前这套流控方案已经在淘宝的电商领域 有了大规模的落地 在我们现有的实践数据里面 对后端应用的一个压垮QPS上限 即把一个后端应用打挂打爆 那么最多可以提升它20倍的压垮QPS上限 服务成功率最高相比于静态限流可以提升2.7倍 后续呢 这个流控方案我们也会单独开源出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第三个是易用性 易用性这块我主要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用户如何将一个后端的微服务 注册到MTOP API网关平台 然后暴露给客户端来调用 要将一个后端的服务注册到API网关 大致会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是创建API 然后DSL生成 DSL下发 还有API的访问开通 首先呢 用户需要在我们的控制台上去新建这么一个API 它需要填写的信息 大致就是包括第一个就是API的基本信息 比如名称版本协议还有超市时间等等 第二个就是服务映射信息 服务映射信息里面主要就是包含什么的 映射后端服务的名称版本 主要是用来做服务发现 最后还需要填写参数的映射关系 用来定义这个接口的入餐 以及后端服务入餐的映射关系 这样网关运行时 就能够根据客户端的入餐 去映射成服务端所需要的格式 同时也支持映射请求的一些上下文信息 比如说Session Cookie 以及Header上的一些参数 控制台就会根据用户填写的这些信息 转化为M-HopeAPI模型的规范语言 M-Hope运行时 可以根据这套语言 快速实力化出API模型 在完成API的定义之后 用户就可以开始发布API了 发布API主要会分为两个过程 第一个是DSL的下发 另外一个是API的访问开通 DSL配置主要是下发给网关运行时的 M-Hope运行时根据这个配置能够快速的生成API的模型 建立与后端服务的印射关系 还有就是API的访问开通 其实本质就是流量调度的配置 它会告诉统一就成 应该以什么样子的比例往每个集群去转发流量 这样极为开通了整个API的访问 通过这几个简单的步骤 我们就能够快速的将后端的一个微服务 注册到M-TOP API网关上面去 然后客户端就可以通过SDK调用了 最后向大家分享一下M-TOP API网关今后的一些眼镜方向 M-TOP API网关现在已经存在超过了6年的时间了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增大 对于我们这种集中式网关运行时 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成本 随着业务不断的增长 我们每日的流量有百亿迈向了千亿级别 集群的规模其实也是成倍增长的 而维护这个统一接触层 以及网关运行时 这两个集群其实对我们来说维护成本是比较高的 第二个就是稳定性 目前整个API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万量级 并且在网关运行时上面的功能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这样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 应用启动时候需要加载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去导致网关运行时的启动速度会越来越慢 并且由于API数量逐渐增多的问题 也会使得整个内存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而网关运行时是Java的应用 GC的问题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当复杂度和API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网关运行时就有点像最早期的单体应用架构一样 会存在一个集群级别的稳定性风险 第三个就是用户体验 在整个请求的链路上 每多一层节点 就会多一层额外的RT的开销 这是比较影响用户体验的 因此 我们会将考虑将现在的集中式的网关 逐步演变为去中心化的方式 现有的集中式的网关架构 其实主要指的是网关运行时这一层 请求从接入层进来之后 直接转发给网关服务层 而这一层包含了网关标准化的一些核心功能 如协议解析 参数教验 绘画教验 参数映射 服务发现等等 所有的请求都必须经过这一层的处理 并且通过教验之后 才会向后端的转 才会向后端进行转发 而多出来的这层复杂度的增加 在如今我们集团的规模之下 这里已经逐渐成为了瓶颈 一旦这个网关服务层出现问题 那么它影响面会很广 并且恢复时间特别慢 为此 我们考虑会将集中式网关的服务 做去中心化 所谓的去中心化 其实就将原来的网关服务层 提供的这些标准化的核心功能 全部剥离出来 做成一个网关的SDK 然后嵌入到后端的应用里 这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网关服务层 消失掉 当一个请求 这个时候整个请求链路就是这样的 请求从客户端发起来 进入到统一接入层之后 就统一接入层 直接向后端的业务应用转发 后端应用通过web容器接受请求之后 再将请求代理给网关的SDK去做预处理 网关SDK处理完成之后 再通过本地调用的方式去调用对应的服务 去中心化的方案主要会涉及这几个方面的改动 首先在统一接入层 需要实现一个简单版本的服务发现功能 这个服务发现功能 只需要将一个MTOP API 关联到后端的机器分组即可 借助web server能够轻松实现负载均衡 直接向后端的应用转发请求 在接入层这层 不需要感知MTOP API具体映射到后端的哪一个本地服务 哪个方法 仅仅只需要做简单的API到机器分组的映射 并且做入流转发即可 后端业务应用需要集成网关的SDK 当集成网关SDK之后 就能够处理这些从统一接入层转发过来的HTB请求了 网关SDK里面封装了原先标准化的核心功能 包括直直的链 组件管理以及配置管理等等 并且通过组件化模块化的设计 用户可以很方便的替换掉木人的实现 或者插入自定义的处理逻辑 最终通过本地调用的方式再去调用对应的微服务 而这套去中心化的方案 是能够解决目前我们遇到的一些瓶颈 首先 它很有效地限制了故障的爆炸半径 进一步避免全局故障发生的可能性 以后可能几乎不会再出现说 整个阿里系APP集体崩溃的情况 第二就是将网关的核心功能SDK化了之后 那么业务方可以很方便的进行业务的自定义扩展 而不再需要网关的运行时进行集成 同时呢 在整个请求的链路上 我们也少了一环 这样呢 少了一层转发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请求的RT 进而提升用户体验 但是这种去中心化方案 其实也有不好的地方 那就是作为 网关作为一个SDK被嵌入到一个右应用里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服务端业务开发的一个维护成本 后续 我们也会考虑继续探索所有的Mesh架构下 尝试使用SiteColor部署方式来降低业务开发对网关SDK的感知 以及业务开发的维护成本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